同仁大家早 大家好 我們現在進行第21次會議 首先請民署長來先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以任先議會第18屆第三次大會 第20次會議議事錄 中華民國105年5月17日下午20 第一年本會議事廳出席議員 黃定爾議員等33人 內席人員縣政務校長徐聰議 衛生局長劉建廷等科事主管40人 本會秘書長陳茂蓮等5人 來賓各報在各廣播電台記者 主席陳議長文昌30-40分至50-45分 您副議長齊參20-30-40分 進入林以弦 主席先告開議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千道議員以達法定人數 二 秘書長先讀第19次會議議事錄 執行事項 衛生局消防局業務執行及達戶 執行議員 張明華議員 黃定爾議員 劉天武議員 林志鴻議員 陳佳林議員 沈德茂議員 江碧爾議員 林錫敏議員 陳福山議員 薛成議議員 蔡文議議員 邱家敬議員等 達夫人員 許局長 松毅 劉局長 建廷 莊科長 淑之 葉宇科長 瑞雪 黃科長 夏偶陽 劉科長 淑敬 陳科長 彥林 董 董主任 美玉 林科長 文雄 郭科長 志穎等 其他四項 衛生局消防局業務執行議員要求 提供 辦理提供之四項 令入 響魯附建 並行務 現政府辦理 三位下午5時45分 以上 好 請問大會醫師 有沒有意見 好 存在齁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 開始進行 社會處跟老公司的單位 工作報告幾則群 好 薛議員 先等一下 請問問題齁 請教議長齁 依照 意識運作的慣例 跟地方制度吧齁 我們的副處長 副局長 覺得累積議會備詢 是沒有啦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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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有這個關聯 沒有這個 沒有政策 請到台立局處長的政權 他覺得協同 局處長累積議會備選 沒有這個 是這樣啦 跟大家 大家報告啦 就是說 因為 大家也知道 社會處長 他就處長 臨時身體有狀況 還有市 臨時請一個 少廚長 民進處處長去台立 當然有可能是 基本上有一點 比較沒有這樣 積的地方 我會講到剛才來 過期 這是看我們台會的意思啦 譬如說 幾乎管事業也好 過期我們議員管事業也好 副局長是 你法規規定 副局長就是 沒有你累積 還是說不免累積 還是說不讓他累積 結果我們就 決定說說 要讓他來 在江戶縣長開始 怎麼就說 主導也沒有來 後來我們就跟他說 不然就讓他來 大家也比較有機會 跟他來 溝通 這位副局長 他有來講 說 是不是好像說 有一些問題 比較技術性 比較適合 比較適合 那是台立的人 比較不了解 另外也要問他 有時候也比較不清楚 所以看台會 你如果說 不要同意 不要同意 就不要讓他來 就不要讓他來 所以問這個 當然啦 這個勞開了 跟其他局局長的副局長 就有人會比較 這個模式 不是這樣啦 因為他是台立 其實不是台立 其實不是台立 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不會說 處長、副局長都請 不會這樣 我副局長 他也對 社會副局長不太認識 他也做過 回正兩位 兩位副局長 基本上應該是這樣 大家討論看看 我提供這個質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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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那是九州第一啦,那鳳門要第二,還是聽話要第二? 鳳門本座,好啊好啊 老機嫌,你拿幾個了? 老機嫌,聽話你拿幾個了? 你拿九了齁,好嗎?沒關係 好,來,好,英議員,謝謝 主席,小英俊和六甲出的 首先,我第一點沒有請到六甲出的 六甲出的,現在我們這兩天的民調和政論節目和補助都討論到 現在全國最需要的地國的發展經濟 減56% 第一點就是 促進就業減24% 這兩個到達就80% 其他社會的一切問題 那些都在外面了 所以說,當然促進經濟和集合息息相關 集合的事情,如果是經濟發展得好 那集合的市場就很快 那你如果經濟發展,你怎麼去考慮,怎麼打拼,怎麼做 這位博覽會什麼樣的 那都是博覽,這個集合提升賣官 但是我現在要請教我們議案官目前 在 一百公四年的 集合力 到今天 市委的集合力,請報告一下 好不好 市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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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長早,各位議員大家早安 針對楊議員您所提出來的這邊做個報告 104年度,我們12月底的失業率是3.9% 3.9% 3.9% 那麼因為主計總署這邊的失業率呢 它是半年才會公佈各縣市的失業率 哦,半年了,現在一年就沒有公佈了 那麼有,有公佈的部分是全國每個月的失業率 那麼全國每個月的失業率 它現在是公佈到3月 3月的失業率3.91% 也3.9%跟3.9%那差不多 是 我們這樣來說 跟全國過縣市比較 我們排名數月多少 跟議員報告 坦白說我們的失業率是在後半段 後半段 我們每年都是後半段 因為這個也不能控制你們嘛 因為我們的地理環境 集合市場有限 第一個我們是農業縣嘛 是 再來我們這些工商 也並不是很發達 所以說 看這個 你請坐 看這個人口一直外流啊 我從民國68年當議員 是46萬人口 到現在也是46萬 到現在 將近要40年 所以我們不是沒有生孩子 沒有 因為我們 出外去讀書啊 就不回來啦 大家不是想不回來 因為我們這邊確實 沒有就位子出場 很難找啦 今天如果說 沿線如果能決定化 跟台北生活圈的話 可以住在這邊 然後到台北上班 這個可以促進人口 所以 這一點齁 我想每次 我們都希望你們加強努力去做啦 但是在沒有辦法之下 每次都後半段嘛 從今有時候成果排在最後第一名 那我們要 在主管A5方面 我們盡量想辦法 去讓他這個 有機會的機會 因為這個閒志工啊 還很多啦 確實啦 有時候 退休第2村50歲 還可以很多做 有時候年輕人 一畢業沒有工作做 所以我們要怎麼看 宿院年齡層哪一種 工作宿院哪一種年齡 我們要盡量去發揮 比方說 我們宜安縣有培訓這個 信服管家嘛 這個 在宜安縣我是不曉得啦 信服管家現在民宿比較多 當然信服管家很用 很多要搶候啦 但是在 我在台北齁 信服管家 上一次會起 我就提到 那時候不是你當處長 信服管家台北也很強 你要請他都要排隊的 他不是這樣 信服管家來做四小時 有時候都 給你排 早上 跟主辦人 下午晚上這樣 這個信服管家 尤其 不是在地的 都是外勞的 比較多 但是外勞你要搶 要搶 外勞有限 那個外勞來做信服管家的話 大部分有些 也是很不合規定 那也沒有辦法 所以尤其這一點 像我們宜安縣 我也不曉得我宜安縣的 信服管家的出場 如果我們上次會起 我建議是信服管家能夠培訓 然後 其實 因為微博收入 數點之後 四小時差不多賺一千塊 你給他貼一點 交通會 首都國馬來 還是工作會 檢記來報銷 你什麼都在做 社會福利政策 那麼多都在做 那如果補貼這個交通費用 也沒有多少錢 你現在老錢 免費生車 你知道嗎 我們一年也發 發薦斤要一兩一 我們多到了 老年周周圍都一萬多出 那我說這一點是 很小的那個補助 補貼啊 很小的福利 看但是可以 做到我們促進就業這方面 可以提升啊 不管這是在縣內還是縣外 我們稍微給他培訓一下 然後建立這個資訊中心啊 就是信服管家的聯繫平台啊 這樣看要在雙北還是宜蘭 都可以登記嘛 要的錢 需求的錢 都可以登記啊 那我們只要有普通交通車 以往四小時等於去台北 旅遊走走啊 散散心啊 打發時間啊 我想這個這個聚會率一定會 會提升啊 接著我上次我就 就那個啦 就提到這個問題啊 不知道說一次 我現在新處長 我再給你提起啊 你看有什麼 對這方面 你看足夠提供你們去規劃 去接近促進我們的 就位 再來就是 你看 我這個看顧工啊 我們要照顧看顧 多少人都一萬 現在一萬多呢 那看顧工 其實喔 在地的你再高 薪水大概都不做 所以看顧工現在 像我昨天提到 取得服務員 服務了看顧的證照 前台有十億萬 但回歸重塑這方面相關科系 還是作訊呢 取證照的不到一兩場 那時候我希望說你們 這些地方會把這個 年輕人在那邊閒助 你要給他去訓練 這個看護 還有提高他的地位 提高他的待遇 從各種角度 各種方 方向 把這些有閒助的地方去找 然後去找這些閒助工 然後我們看什麼 什麼培訓 怎麼來輔導 怎麼來補助協助 這樣這邊看護工會增加 家庭 幸福管家會增加 那邊的管家 那邊的管家 你就業率就下降了 你不要一直 我只有單門 只有看工廠 並不是就業只有工廠 各行各業都有 服務業各種業都有啊 這個請處長 你多方便去思考 再來我很擔心啊 這個也常常提到 這個傳統性的工作 很齊勢 機器不能代替一點 工業革命不能革命到兩人工 所以像這些水泥工 電工水工修理工 這些很缺啊 現在都斷代啦 老化啦 下一代都不做這個 這種出工打雜 但是這些待遇都很高 這些有技術性嘛 可以當老闆嘛 所以這方面你看 怎麼規劃 讓這些傳統工 大家有興趣 要賠信一點技術 然後就投入這個傳統工 這個傳統工 我們就是祖工 賠償的 這不要讓他們斷代 你其實機器 工業 你再發達 都沒有用啊 不能用人工 來取代人工啊 你美國先進啊 飛機怎麼飛啊 先進到什麼程度啊 可是你這些不能用人工 來取代人工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到時候 就斷代 我剛才的看護工也一樣啊 你今年投入在機會方面 就會促進機會 在那個看護方面 各位不要缺顏 沒有我們的看護是 由外國人來照顧我們 這一點喔 請處長隊 我剛才這三年 您做一個答案 是啊 針對楊議員您的指導啊 這邊做個說明 第一個 幸福管家的部分 我們從103年開始 那麼進行了四五期的訓練之後 我們培育了138位幸福管家 那麼在上一次的會期當中 楊議員也有提到 是不是可以針對幸福管家 給予補貼交通費 讓他們到外縣市去工作 那這邊跟楊議員報告 經過我們的調查 我們幸福管家 在縣內就供不應求了 所以呢 要引到外縣市去 其實是不用這樣 周車勞頓喔 那至於 是不是規劃縣內 給予補貼這個事情 我們再來研議看看 基本上 幸福管家出來是有工作的 他們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工作 那麼第二個部分 是看護工的部分 看護工的部分 沒有錯 就像楊議員您提到的 全國有11萬 大概只有2萬 投入工作職場 那麼在宜蘭縣 大概也培育了1300多人 大概也只有200人 願意做這樣的工作 在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積極在培育相關的青年朋友 因為有些青年朋友 對這樣子的行業 他並不是很滿意 那重點在於 他常常是需要 每年一年 你的細休息 看護作業 所以比較難招到青年朋友加入 不過這個部分 隨著我們經濟的發展 還有就是社會的趨勢 趨向 所以我們也看到 慢慢有年輕朋友 願意投入進來 那至於有關於 技藝傳統工的部分 楊議員謝謝您的提醒 這個部分 我們也一直希望 能夠建立一個所謂的師徒制 那麼讓師徒 讓一些青年朋友 能夠投入這樣子 具有專業技能的行業 這個部分 我們會持續跟教育處 還有相關的單位來做聯繫 謝謝 關於幸福管家 這個也是很夯很搶貨 所以說 既然現在因為民宿業很發達 所以新聞管家 我們這個要 供應的市場 不僅很急需 我是說 你如果說 現在看工作的意象 如果他有的人 如果四小時到台北 你可以補充交通說 要我去一方面去工作 一方面去散散心 還有孫下主線的逛逛街 這些方面 這些都可以促進機會 因為今天我們就會 孫在勞工 你現在只要牽著勞工工作的方面 就位方面 這些都包了旺下 你都是跟你們勞工處 有息息相關的 再來 為什麼我說看路 看路比人家長照的工作 可是長照工作 有得多人投入 我們外面 就有很多 很少閒助的人在那邊 但是這條路會逼得不走不行 因為你說這個工作 人家比較不喜歡 我們現在完全都靠外勞 你靠一萬 原線大概外勞大概有 一萬五千元 但是大概只有數千在裡面 你剛才就是你這個培訓招務員 培訓一千多 當然這來的兩百多 但是將來 你現在我們照顧 百分之八十都靠 那個外國人照顧 如果有一天外國人 經濟成長好 這個很現實 我在國內就國做 我為什麼跑到你台灣 在我昨天也在講 我們開始解放的時候 那個開放觀光的時候 到大陸 大陸那時候人民幣 民國七十八九年 才那個兩百五十塊 那時候大概兩倍 才五百塊 今天的經濟成長 已經成長到根本平行 甚至還高 那像這樣你將來要請大陸 來做看護工 根本請不到 有一天印尼越南 泰國 左邊大陸這樣 經濟翻轉的時候 我們照顧工作就要停頓 照顧工作也不能停頓 因為照顧工作 是少不到錢 所以我們 如果女子怎麼去提升待遇 建立她的地位 再照顧也可以照顧到 再聚會樹長也可以活絡增加聚會的機會 這個請那個新的處長 你多多加來投資 再來說一處 老處理 你滾刀爛爛爛 這其實你現在現在打招 在府內 你現在以前我就看你說 比較沒方向 現在是數一數號 帶頭養 領頭養 因為 所以難怪 縣長的肺炎 你犯在哪一個地方 都做得很好 你地震 地震你是扁業 然後做民證 然後今天到做社會 這樣但是人就是一個尊嚴 受人尊重 我在結算 那個難題 很多人考不出來 那個二十一局勢 那根本就問不 他們不懂 尤其你掌管那個平均地前 公共造產這些 其實其實大家都不懂 但你像你公共造產 我給你問回饋金怎麼計算 你都答得偷偷吃到 我沒有什麼好可求 所以就表示說 我這樣問得也輕鬆 問得也很有成就感 所以說你今天真的 最幾年我對你觀念 整個都轉變了 犯在哪裡 你又很努力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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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現在變成專業了 只要是自己的農業 又有責任感 這個是 在縣政府的柯市局長 很難找到 我現在就 原縣 這個 也是貧窮性農業之縣 不發達的縣 我們低收入123款 104年2670負 原縣是2512 中低是2187負 原縣是4489 我要請教處長 我們這個 這樣我們 是不是能夠說話 我們到底 宜然現在 在這個 低收 這方面 這樣比全國 比起來是多還是少 這個請你 排名第幾 請你打呼一下 楊議員 那個排 那個全國目前最新資料排名 排名多少 我可能 稍後報告 不過 從那個這幾年的那個 低收跟中低收的那個 變化的數據 我們社會處有整理 從民國103年 戶數跟人數有降低 降低 有降低 是因為我們在103年 社會處這邊有啟動一個 弱勢家庭照顧網 就是針對那個 家中有18歲小孩 如果家庭發生 死衣住行 相關的困難的時候 社會處馬上透過村里長 還有醫政跟警政 相關的通報 由及早有介入家庭來解決問題 所以在103年很明顯看出來 那個數據數 在低收的部分 戶數由 3000到100 我看一下人數從7000人 就下降到6800 下降2000人 到104年又下降到5300 就人數上有減少 那在中低收的部分 也是從5300下降到4400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預防性的那個 提早通報提早介入家庭解決經濟問題 是我們目前社會處這邊的一個 應該要積極在辦的 至於已經在那個低收跟中低收的這些家庭 怎麼幫忙 除了進入貧窮線的那個法定生活補助之外 我們在那個中低收的部分 我們啟動了中低收跟低收小孩子讀高中的相關的脫貧方案 有那個資產累積是儲蓄脫貧 以及盡量鼓勵他去做幸福管家 以及做相關的那個弱勢的那個脫貧方案 然後今年的社會救助調查辦法 我們也在上個月剛剛修訂 就是只要他加入我們的脫貧方案 他一年的財產不會 好 謝謝楊義龍 現在我們來報告一下登記的生意 報告登記法案的持續 24號 3號 7號 15號 19號 4號 20號 30號 29號 5號 22號 14號 2號 21號 6號 8號 32號 13號 26號 31號 10號 28號 17號 1號 14號 23號 25號 18號 16號 以上 好 請吳議員吳光某議員 大衛執行議長 兩位處長 以及各位科長 副處長 我們所有同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 剛才要開 開始議會之前 議長也問到說 副處長是不是可以來 列席報告台 列席巡台 我們出席議員說出來 這是一個議會來做決定 是沒有不對 但是 我覺得這應該要好好處理 應該要好好處理 頭一個 我就是說 邵主席處長 你從地震然後轉到社會處 然後又到民政處 你的工作能力是很好的 剛才我們重組親的議員 我們楊議員一直在肯定你 確實要做得很好 可以說 每一個科試 你都能夠勝任 是一個很好的人才 是說是我們管政府 團體裡面最擁有的就是你而已 你 但是你也很客氣 管政府派 你說 你再燉吃 你就燉吃 你就燉吃 你就做過處長過了 你再燉吃 你也要吃 你不會就說 我沒有吃 你再燉下去 我不會動 我身體也不會燉 你怎麼沒有給他拒絕 我不知道 到底是為什麼 現場能說 有你回歸你去代理 社會處的處長 我是覺得說 你燉得太累 不然 你如果有一天又不會燉 我們理論館 又隨著一個大獎 要怎麼做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 有時候 該去拿的是不用客氣 反正是說 用你的人材 沒有問題 但是有時候我們自己拿來拿 我們身體也要照顧 家庭也要照顧 也是要照顧 兼顧 你的現場是 我們的民政處也要做好 最重要 我是覺得說 你今天 其實 你不用來可以啊 你就說 我今天到哪裡去開會啊 你議會一通註單 來送到議會 很好啊 付處長 馬上就是要代理處長來被巡 民啊 嚴正嚴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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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嚴順 來 也讓副處長去練習 培養這班人 這一定要這樣 我想說 管政務必須應該是要朝這個方向 代理 就重複的 調上來代派 代派以後呢 讓他去磨練 磨練這段期間 當然就去考核嘛 你磨練的 他表現得不錯 那 縣長看 他表現得不錯 就可以頒布 他正式為社會處處長 也不用處長 你那個辛苦 我們說真的 應該是要用這個方向 比較適合 所以這是我固定的看法 拿出來 說給大家 說給你們做參考 我是說 說這樣應該是會比較好 也不用說 不要讓我們在議員 派出人一個提案 大家說好 很難 很難決定 所以 我是覺得說 社會處 本來的工作表現 都很不錯 也真正 很努力在做 我在這裡就是 剛才我們楊議員也提到說 我們的低收入戶 佔全國的 縣市排名裡面 我們是不是人數最多 可以說 只要大約 我們就站在哪一個階段 最高的 低收入最高的 或是在全國內 這是拜天園 還是拜最沒的 最少人 請處長簡單 答覆這個就好 對 委員那個 到底那個 低收入戶目前的 戶數跟人數 佔全國第幾位 因為那個資料還在抓 那不過目前 大概全 我們宜蘭縣的低收入戶的人口 大概是佔我們 全縣縣民的1% 用這樣下去而已 大概100位 縣民大概有一位 是低收入的 低收入戶 幾位就有一位 100有一個 100就有一個 那其他縣市呢 不好意思 等一下馬上報告 你等一下 不用了 你這裡書面給我 再來 我來請問你 有關你社會市所做的 這個 各紀點的服務量 我看到我們郊區的服務量是84 看起來是 是比較少一點 我們郊區的竹青亭 是在哪裡 我真的我不知道 是在哪裡 這個點是在哪裡 在那個 郊西國小對面那個 郊西戶政事務所那棟樓 我們為 我們在那個三樓跟四樓 地下市是有性所 阿吉樓是那個 貨政事務所 我希望說 這也一樣 要加以宣達 也希望說 把村里幹事 包括我們民意代表 還不知道 上面是 我們在做 這個關懷去點 這個就是 竹青亭的關懷去點 這個服務量 這個服務量 你有84件 我希望這個服務量 是服務什麼 提供相關資料 地費後 之後再給我 好 好 這個要求 再來 我們有關的 關懷服務 關懷服務的成果 看起來 應該是普通普通 我希望這個部分 需要再來加強 這應該要把我們的 關懷服務做得更好 其實其他的相關部分 都做得很不錯 我希望這個部分 應該要繼續再來加強 好 繼續我來請教 我們社會處處長 處長 處長 有關於勞資關係 勞資關係 勞資關係 是 一方是主方 一方是路方 你站在 我們六甲處的部分 如果勞資關係 發生創突 你是站在勞資 還是站在主方 在勞方還是在主方 請你說明一下 謝謝 建政委員的答案 這邊回答 勞資糾紛到了 來縣政府 這個調節來的話 站在中立客觀的立場 我們不偏向哪一方 但是如果對於勞方的勞動條件 是違背法令的 我們絕對 站在勞方這一方 那你就是說 你是公正的 如果是勞方沒有理由 當然也不是支持勞方 但是 他是 來誣告資方 是違背什麼什麼法令 如果是資方真正有違背的時候 你還是要依相關法令來處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好 好 那就是勞資關係 本來就是很重要 勞資關係 雙方面都很好 我希望說 政府新辦公司的勞區法 相關的法令 有的資方根本不知道 有的資方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他說 要上網去看才知道 有的老闆說 我都沒吃飯的 用的 你要去看的 所以 我希望說 有相關修訂的法令 我們的文一定要給人 要給公費 然後 還是 你們直接發給各勞資的工廠 公司 行號 新的規定 要讓他們知道 很多的法令 大家有的都不知道 所以沒辦法去遵循 你現在去檢查到 你的法令都很重 所以說 像這種情形 如果他在事後 能夠馬上改正的話 那應該要給他 給他 給他 重慶亮處 或是可以欠討 你已經改好了 我就 不給你開法 是不是可以這樣 這是我還有一點看法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們今後 應該要 這個法令的修訂 修訂 我現在先說一下 最簡單 總統大選 跟立法委員選舉的時候 是固定假日 他們還不知道 我們普通的一般的五合一選舉 是沒有 不是固定假日 就是說 他們 給他們選舉就可以了 你現在這個就不是了 所以他們有的不知道 所以說錢多長 我問一下 大概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政府的法令 沒有落實到各 世衛團體 這裡都沒辦法 這樣不好 我希望這來做得好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的世衛率 剛才你所提到的 年平均3.9 年平均3.9 3.91 但是我是覺得說 如何來提升我們的世衛 我們的宜蘭冠 的路綱這麼多 也很多 我們的世衛率 為什麼都不起來 大家都排在後半段 你說後半段 但是你很客氣 你不敢說 是後半段的通報名 應該是 你不是說這樣吧 那是通報名 還是沒有第二名 好好啦 你不要回來 你也不要講這個 但是你說 你如何來提升 在你的仁念 也沒有辦法來提升 我們要進步到多少 這你自己去思考 我的要求是說 希望說 可以 世衛率能夠提高 讓我們的世衛率 降低 不要說讓人 常常說 你去人不賺錢 不可以賺錢 大家都走去台北 走去保留家去賺錢 這樣不好 不然好山好水 沒有好的 這個 就業的機會 那是不好的 好 再來接受 再來就是說 我們議員現在 勞資 外勞 外勞 外勞的總人數 總人數都做多少 你簡單打總人數 多少就好 報告議員 一萬一千九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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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揮發的外勞 就是說造型 都做多少 報告議員 以104年度來看的話 有707人頭 不理不理嚴重 對吧 所以你說你法款 再犯四百九十三萬五千 再犯這些錢而已 你犯這些錢而已 到底跟你講的人數 是不是有符合 你意見是法多少 我是不知道 但是 但是我是希望說 要落實 非法外勞 真的也要加強 來氣查 不然外面去 非法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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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老闆做得很大 生活條件的時候 會很爛 然後 也沒有管理 也造成地方的 跟我們地方 會受到危險 所以我希望說 你也會想 愛這裡的氣查 愛這裡的氣查 在這裡 就要求一個說 你現在說 你都說 一萬九千幾個老公 一萬一千多 一萬一千多 你包括 和外籍傳言 兼婦工 家庭幫傭 營造業 這相關業 總共每一個單位的人數 統計 在韓副貧席 在憲政總書行的時候 韓副貧席 請主席列出紀錄 好 列出紀錄 好 接下來請 陳漢莊議員 他怎麼說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沒有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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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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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先說 還是你怎麼說 OK 來 主席 主席 兩個 處長 還有我們各位同仁 大家早 我想 簡單先請 請 請教我們的社會主 我們的 少處長 代理處長 這個 我們宜蘭館有一個這個 有這個社福館 社福館裡面有沒有什麼兒童這個 兒童活動中心 是那個我們宜蘭縣政府社會福利館嗎 對社會福利館 社福館我們有一個娛樂中心是勞工娛樂中心 那兒童的話是之前是那個位在一樓的類似親子館的那個托育資源中心 那現在搬到宜蘭市的社福館 對 就是在童星街那邊嗎 對童星街 你們在那裡那個兒童活動中心好像就我知道 我在那個網路上面看到好像它裡面的器材好像很少再來它有限制這個年齡就是說好像是三歲以下 對 然後人裡面的評論評語是說 變成這一個好像都是脫嬰啦 意思是說 也有一些那個保姆啦 帶孩子那種的保姆去 都在那裡把孩子等到那裡去逛街 我覺得這個好像不太好 因為 欸 處長你請坐沒關係 我覺得應該是怎麼用你知道嗎 應該是 在學齡之前的兒童齁 應該都可以去玩 然後你裡面的設施齁應該用比較多一種 我舉一個舉一些例子 像外縣市啊 譬如說嘉義市的社福館 他們裡面裡面有一個這個兒童活動中心 你知道他們的兒童活動中心裡面有分三 積木的 積木區 故事區 還有一個影像館 還有這裡就是基本的還有一個什麼小型的這個 這個碰碰車 碰碰車的這種活動中心 他們裡面的活動項目差不多有七八項 我們只有一項而已 我看裡面還有限制年齡三歲以下 活動空間又小 我是建議我們少處長 因為你也曾經當任過這個社會處的處長 現在因為黃處長因為身體問題 遲遲他在臉書上寫得很長 我們都有看到了 我們也是希望說早日康復嘛 因為畢竟他還年輕 機會很多啦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是希望少處長 你先給他規劃一下 這個社福館裡面 因為我相信栽培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這是非常重要 小孩正經病 我們宜蘭館館 不要說宜蘭館 宜蘭館每一個地方 要出去玩 要帶小孩出去玩 手都要花錢 你看金營酒店那些新月廣場 上面玩也是要一小時多少錢 一小時多少錢 然後去現在我們縣政府外面那個 好像有一個積木的那個 好像要門票 說難聽一點 連那個綠色博染會真的不好看 這個地方也要250塊 我覺得很多很多 我們可以我們 我們社會處這些資源 不應該只有運用在社區 還是說一些老人生臟這裡 應該也要兼顧兒童的這些育樂 要培育一下 你心裡 趕快把這個問題 拿去後面的宣布會議 還是說 看看有那個機會 就是說 我們宜蘭這邊用這邊 還是努動也用這個位 客客客人 更用一個地方 然後用大型一點 稍微用大型一點 項目用多一點 你這個項目真的太少了 趕快一個人而已 而且你還有限制這些 三回憶還還可以 我覺得好不妥當 應該是說 在我們上國小 甚至於國小一年級二年級 這些還是七歲八歲 這些學齡兒童都可以去 然後地方場所真的是要大一點 裡面的那個項目 我覺得應該可以再增加一點 不然你真正沒什麼 你去通訊宣宣 你自己看 好像六花梯一個 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 真的 所以那些人說 諷刺 那就是拖音中心的 甚至於外勞 顧音的 帶小孩去那裡 還可以讓他回去 我覺得這個不好 這個 請處長你應該要改善一下 還是說 都規劃一下說 是不是在西北設立一處 西南設立一處 我們用一個活動工籤 三四十片也可以 你自己看怎麼用 那項目就用一些 比較有這個 預教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想法你自己去做 這樣 好不好 再麻煩你一下 另外 請那個 請教老公署 處長 我們現在 工商科 是不是設立在你那邊 還沒齁 不是齁 還是一樣在公里處嗎 齁 好 那 我聽說 工商科 上次怎麼會 勞工處的派代表 因為商業會那些 叫我反應 說怎麼勞工處的人來 不是公里處的長官來 他叫我問一下 你怎麼知道這個情形 好 那你請答覆一下 謝謝議員的指教 有關於商業會的部分 目前青商會 如果是青年商會的部分 因為勞工處這邊 有負責青年事務 所以青年商會的部分 會請勞工處的派員參加 齁 是 另外就是 一般來說 勞工處這邊 我是建議 建議我們這個 裡面的同仁齁 勞工處 勞工處 顧名思義 就是我們要為我們所謂的 議員官所謂的勞工去著想 齁 失業率的問題 我想不用再談了 這個是真的是有待加強 齁 但是 這個 一般來說齁 如果我們議案線齁 齁 有這個勞資糾紛的話齁 齁 我是希望說齁 我們雇主齁 我希望說我們 那個政府齁 這個相關單位齁 應該 多聽一下這個 這個 不是雇主那邊 是那個勞工那邊 受雇的這些 他們的心聲 因為 畢竟他會 這個有一些問題 會去找我們勞工處 來解決這些問題 表示他一定是 受到相當的委屈 還是受到一些 相當的這個欺壓 一定去勞工處 所以 我相信說 因為他一定求助我們 還要希望我們政府 介入這個協調 還要希望我們 勞資科 或什麼 一定要好好的 為他們那個 爭取應有的這個 當然 雇主的 這個權利 應有的權利 他們是要來告 但是我是希望說 我們多為勞工這邊 想一想 齁 上次好像 我有解決過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 這個勞工 勞資糾紛這個 處理的 真的是不錯 齁 有一個問題 也要拜託處長 齁 在館長中 這順之前 把這個 這個主要提到我 就是那個 我們議案線 這個總共齁 用去年到今年 兩年就好了 我要看兩年就好了 就是 所有的勞資糾紛 去我們管建戶 跟我們管建戶 那個申訴 還是電子信箱 申請 調節的部分 我們管建戶 介入協調的 有幾個 有幾個協調的 總共有幾個人 好不好 這個案件數 麻煩你才 縣長董事件幾件 成功的 幾件 就是還沒成功的 有幾件 這個也把我列入 那個紀錄裡面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林岳璇議員 接著請 陳正蘭議員發言 主席 我們在 兩位出席 還有 有出席 有出席 各位同學 我請問 我們 勞工處長 現在 主席 南門後的 在 市民 多幾個 南門後的市民 多幾個 南門後的市民 多幾個 是 會長 陳議員 兩千人 兩千人左右 兩千人左右 對 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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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兩千人 兩千人 那整個縣的 逃逸人數 有七百多人 那 這個愚工 逃跑到多少 大概兩百人左右 兩百人左右 兩百人左右 是 有沒有準確的 有 明確的數據 會有 大概兩百多人 兩百多人 會有 你的 市面給我看看 好不好 是 因為 這個南門後 這個 三分之二的 專家 一定要靠外勞 外勞的愚工 沒有外勞的愚工 他不能出港 因為 什麼 說的 現在 就是 尊家的尊王 我們的 台灣人 沒有愚言 在 對 都沒有 沒有愚言 都是 聘請外勞 外勞 外勞 走去 這尊家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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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 很重要 這個 有做 南門後 有非民 非民 這麼重複的 僱用外勞 的 勞工 對南門後 所有的 人家的 性善 很重要的問題 現在的主席 在外勞 如果 有 旦長 有 糾割 還是 什麼 資訊 什麼 外勞 什麼 協會 這協會,進協會出來時 我們地方的這些純頂和外勞 這些時間發生摩擦,事件什麼 發生什麼不愉快的事情 他們透過他們的協會 他們都聽他們孫氏 孫氏是他們用什麼勞基法 勞基法跟我們賭的是 我們市民 現在照規定是市民要使用勞基法 市民使用勞基法,但是市民使用勞基法就行不通了 行不通了 像這個正正的正在這樣,所有的去跟照我們案件 大部分人都說得很漂亮 都用勞基法跟他們賭 像這種有什麼辦法嗎? 你再解釋一下吧 是,今天陳議員一直在關心的 愚公的施用勞基法問題 憲政府這邊也感同身受 所以在多次的會議後來 我們以現場的名義 已經用現場的名義在三月份正式行文勞動部 希望勞動部將外籍漁工 不管是漁工或者是外籍本籍 都希望漁工的工作能夠跟勞基法的勞工脫鉤 因為我們認為,確實依照實際上的執行 漁工在船上的工作作業很難去適用勞基法的相關規定 這裡,處長,他們這些漁工 都不用出海 他們有對我們本地友好的一面 公公的發生什麼 也有負面的一面 好過的一面就是 經過我們的生產 經過我們地方的這個生產 負面是造成地方的困窖 地方的困窖 尤其是,你晚上要去我南無窖嗎 像九點以後,你還要去南無窖嗎 九點以後,你還要去南無窖嗎 沒有,沒有過去 你剛前要吃一頓米糕嗎 我們要A4前前,麻糟廟前前 你不要去那裡嗎 都不用客氣了 你一天在那裡走走去 我南無窖的晚上 軟軟輕輕 我南無窖的地方 活動的晚上空間都是外勞移工 在外勞移工 外勞移工 這邊就是全家 他去休息 或是外南店 或是什麼 印尼店 視界都要聽 這陸燒酒視界 是正正的問題 這些正正正的事情 這是外勞這邊這幫助 跟京豐這邊這幫助 你有沒有 還有 故宮的 有沒有什麼叫共識 幾點以後就是要休息 幾點以後通什麼 他們畢竟是人 他們 畢竟是外面流浪 西西街 明明就要出去了 畢竟是 幾點都要收 管治者 你准备在那裡睡 像這件事,你有沒有跟警察局 輸到漁衛和船子裡面協調一下 不要把外勞 暗時一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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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很多付福利,暗時都不敢出 我希望廢後的時候 是不是在南方澳開一個外勞 外勞的事情 外勞的事情 你如果剛才沒軍事業,都沒做到 都是喝酒的,都是喝酒的 都是喝酒的 這是很不好的事情 你說幾點十點過,還是要休息 該休息就休息 該休息就休息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也說 大家畢竟是個人 我也希望在一個勞工的 儲定的最高的 這個勞工 要遵取福利 是怎麼說的 他也很可能,你說真正的 儲定的 他的房子就是在儲定的 家庭就是在儲定的 所以沒有什麼娛樂的空間 沒有正當的娛樂空間 娛樂就是在喝酒 娛樂就是在喝酒 在喝酒 然後就在喝酒 這就是說 像我們這個 你這個勞工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 遵取在南方澳一個 一個 一個漁工的時候 遵取一個什麼 什麼 我叫做拿酒店 拿酒的 拿酒店 四家 打酒的所在 庭泵 四家 這些 這個太久的四家 他們也是水利的 他們很有活力 拿來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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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沒有發洩四家 什麼 就除了喝酒精 我希望 尊齊 你之前就是 農土工去 也有休息的 活動場所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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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涵 人家 adverse 某 人家 看一下 廣東 人家 叫 我希望多篮球场,用多体育场和外劳,用在一起 他们不必要,因为这样的地方上当然是不必要 因为学生里面比较单纯嘛,就小孩子嘛 所以说怕制造事端嘛 我希望你是不是可以透过渔卫 透过县政府这边方面,警察局方面,找一个地方拍他的附近那儿做一个担益的担益担益场 担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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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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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一下,因为担益要找一个地方 已经有找的地方,警察局已经找好了,市局都找好了 但是没有经费,没有经费,经费是没多少 这就是没多少,为什么没有经费 我是不是,你透过,透过费后的时候,在警察局方面 以前丹建南医院,有这些地方说,那家里的地方 要找一个燃球场,燃球场,还是其他的那些,打球的那些地方 他们都有规划好了,我规划好了 但是警察局,就是说我没钱了 我想说,我们南方澳等级以来,外来我们也需要给他照顾 真的,不要说好人都跟公民摆摆去 你怎么说的啊 你想说,这个是你的看法,是不是找一个适当的长蛇 做一个南球长系给的规划,南方澳出港边附近的所在 是不是可以,简单回对打一下 谢谢陈议员 有关于渔工或者是厂工管理的部分 就劳工处这边,跟外事科,警察局外事科 是经常有在做联系跟汇报 那么相关的娱乐设施的部分 在上一次工业区的汇报当中 是有建议,是不是活动中心里边有空间 拿来让外籍厂工或者是渔工可以在那边活动 那这边我要说明一点 是,其实伊兰县是一个友善的城市 我们的任何公共设施 并不会限制什么样子的人不能用 什么样的人才能用 那在这边,我们当然是呼吁我们的在地人 不要看渔工或者是厂工它肤色的不同 而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娱乐 那当然在现在的反应是说 希望还是有个空间能够给他们 那这部分目前我们跟农德工业区的服务中心 这边有在做联系 是不是在那边有个空间可以挪出来 里边设置一些设施让厂工或渔工可以在那边用 那么这南方澳的部分呢 谢谢义文提醒 我会跟万事客这边在联系 当时的场地是什么原因没有设置成功 那另外呢也跟议员报告 就劳工术的立场 对于劳工娱乐福利设施部分 可能做的不是能够很让大家满意 不过目前对于外籍移工的部分 我们有规划就是参加农州赛 那目前我们南方澳的愚工也有三对报名参加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在下半年 我们会来举办一些球类比赛 像三对三的斗牛赛 这个都在规划当中 对 处长你说的好 但是你说这个南方澳 这个活动中心里面 在地的人可能不能接受 他们都喜欢打垃圾嘛 打垃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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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提供售区里面 比如说在地可能就不能接受 我说现在这个虎跟旁边的那 那土地要不要接受 所有港澳的 乘一个拿垃圾的 简单也没多看 我说在非后市 警察去外市科里面 说要去一位 以前就规划 那时候就拿垃圾 这一个打垃圾的文章说嘛 他们都喜欢去打垃圾 你想说 刚才你说的奖励 那是很好的事情 我说希望你们追踪一下 不要不要外劳 大家毕竟是人 我说这个 你要考虑一下 再来就是说 现主席的所望相知 所望相知 所谓是 现在所望相知的是 因为你的所望相知 有没有人事的限制 保险多少 有没有人事的限制 所望相知 所望相知只有年龄限制 还要查他的数行 那没有人数限制 那目前 所望相助的保险 在社会处这边来承办 那所望相助相关的 那个装备的采购 是在 在警察局那边来主办 跟审查 那今年我们年初的那个保险 是 加保的人数 有将近五千两百多位 在我们社会处这边来承保 那随着那个 队员数 如果有人过世 或是年龄超过 那这个保险单 他的名单实际是 会进出多次的 会做修正 所望相助是属于警察局 对 但是保险在社会处这边 不是 我们社会处这边 不是 第一百年三月 就已经移到那个 警察局来主办 现在所望相助是 和这个 那几岁就不能移到 七十 七十岁就能移到 对 那你们有去查吗 名单 名单应该都有 因为我们有保险 保险都要下出生理月日 对 我们保险都要下出生理月日 现在所望相助的是 现在很多所望相助 还有女性 还有男性 都是什么 我说所望相助 有没有名额的限制 名额每个队 每个离 有所望相助 他有没有 有罕见名额 没有 年龄限制而已 只有年龄限制 那两次就两次 这一次就一次 没有对我 队员的限制 没有 对 应该一个限制 对不对 不要说我看 所望相助 很多都很多 必见 这次我再来跟警察局 来讨论一下 对啊 所望相助的 现在是需要 需要警员 要如何处理 对 警察局 对 装备 他的装备 因为他要处理执勤 相关的 比较醒目的装备 或是以前 所望相助会买车子 对 这是一般人比较一倍 还有他们的 所望相助的 那个 鋼绍庭的相关的修缮 对 因为所望相助也要 因为 你现在出来是 所望相助 年龄 不要给人家占一个位置 是 年龄 你说七十岁一生 他没法做 因为我们是走 那一次有法做 那一次他就 因为所望相助的工作 晚上有时候 比较辛苦 因为他难免要出去巡逻 巡逻 有时候又发生一些 一些事件 所以我们对年龄限制 才七十岁 不是说 才七十岁就不能做 他可以转做社区的旗工 对 好 麻烦 谢谢 辛苦 谢谢大家 主席 感謝大家主席 两位处长 各位科长 各位联合人 各位同仁 大家好早 我就叫我们 社会处 对于我们 黄处长 因身体健康因素 请职 本期也觉得很不舍 因为黄处长 他做事也蛮积极的 因为黄处长 本是去第一次的 定期台会 集园当中 有尖对我们 现主席 劳动庭 没有社区的外动中心 都总有三个社区 这个问题 要如何去 运用 现立的主委 和这个场地的活化应用 他们也在 六月 就召开的 相关单位 开会员商 有提出 建议的方案 并将会议的 决议追踪 而且有向各社区 回复整个的 办理结果 我在看这个事件 我们公务单位处理事情就是这样 少处长 国华社区在104年6月26号 有原商 会议当中有提出建议 国华段106号 也就是县管土地 停留用地 他们的评估新建 这个活动中心的可行性 当时的决议 建议该会 相关单位 确认后 可行性 再行折起的 后续的讨论 也在8月12号 召开第二次的会议 就国华段106号的地号 由地震处回复 本地号属于都市计划的停车用地 依各级机关互相拨用 不动产之有偿无偿 划分原则规定 得 办理拨用 建设处也回复 依土地计划公共设施 的目的使用办法 之立体多目标使用规定 停车场 得 提供民众活动中心使用 以上做成结议 副部长 请你回答一下 议员 这件那个龙冠 有口头跟我说明说 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结束 那这个案子我有去调相关的那个地级资料 来了解 他是在民国65年经过市地重化 化社的那个停留的公共设施用地 目前是罗东正公所在使用做那个停车场使用 那当时这个案子 大家有讨论说 其实可以用那个都市计划 公共设施多目标使用 来同时做停车场 跟未来也可以楼上也可以盖 那个活动中心多目标使用 那但是必须要先完成几个步骤 好 来 请那种组议员继续 谢谢 我现在的问题 我知道 处长在那边看我们这一晚 时间两次了 时间两次了 这个是说 你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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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 也恢复了 种种的问题 以及 都市计划的公共设施 用地 都目标使用 办法规定 提及 总容积这个 楼地板面积 至少要三分之二以上 仍作为停车场使用 这个部分 你也请并告以后 提供这个 提供 甚至除 部的整个位 跟社会办案 補车公所 再来专车 我们国华 社区 这也都你们会合 叫人要这样做 再来 再依据我们办理 一百块五年 都三月 找到 把所有的东西送来 之需 欠然 同意拨用 你们县府 做事情 可以这样吗 整个案子 国瓦社区 一定要二月 都去做这些事情 结果 人家怎么去想 你们县府所 回复的前后又不一 到底是哪个环节 输入掉 是不是这边 横向联系也好 你们同一个单位 所签注的意见 或是换了承办人 脑袋也换了 意见也无法去一致 那对国瓦社区 他们所付出的 努力 是不是都别了工了 副长 副长 社会处 社会处 是为了 为我们社区的公共建设 主观 机关 的一个 是推动 我们社区 关怀 这些社区 的 这些 长青食堂也好 要有些 有热心想要做这些社区 可是 这些人 在社区 他们没有一个 外当中心 路通事室有三个 今天国瓦社区 他们刚刚有这个 公用帝在这 我们所有 serie Tout 你都不 race 所以我不知道 你们这边 height 是哪个地 哪个环节 出了问题 我也不知道 本石正 建认你 在现场总实证 以前 能够 build 能够以相� einfach 关交通好啦 将问题解决了 可惜吗 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不难 看起来是在105年4月1号建设处的意见 突然不同意拨用的意见是说 他还必须继续做停车场 但是按照我刚刚讲那个多目标使用 他其实可以多目标来使用 那公所一样可以提相关的 拨用计划书里面讲好 一楼可能社区使用 上面做停车场或是怎么样 我说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跟会有的 县府这边相关的人都跟会有这个可行性 结果县府会给公所 公所要要求我们社区 人家接客人下去整个月 也要把这些计划送给你们 结果最后你们刚才会问 说这不可以做 我是认为说 你们的作业程序都是不一致的 反反复复 所以说在这里我要要求你 你要下去协调先说 那我们也会邀请公所一起 结果送交本席 请大卫列入记录 好我再就叫我们少处长 请问目前我们所属的社会处的员工有几位 正式的名额有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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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县是否有依照行政院充实地方政府社工人员配置 这个进用的计划 规定充实社工人员 这个人力 请你回答一下好不好 到底有几位 目前社会处的编制总人数是136位 正式的名额有几位 正式名额有37位 社工有几位 那社工的部分有69位 社工69位 对对 那刚 那约编固呢 约编固人员有总共是 约编固 你刚那个约编固里头就含那个 你刚问的69位的社工 那当然我们还有其他行政人员的约编固有三位 正式的几位 正式37 就是公务人员部分有37位 你社工 社工和约编固都有69位 你要加加2位就对了 没有 我说的69位是包括那个约编固社工 有非社工的约编固是谁的啦 他就是我们的行政人员 社会主委的社工啊 社工69 69位就对了 好你请坐 我要问的就是说 今年来我们社会的结果 它的局局变迁 产生很多多样化的社会问题 以及多元化的福利需求 刚才就是说 现在我们社会变迁 经济也不是说很好 也应期了很多民众 相对的问题跟这个事求 尤其哦 某一家 刚刚中台这个约编固事件的发生的时候 国家 社会各界都屡屡的反应 社工的人力不足的问题 也影响我们社会处在福利服务的品质上 都无法去推动 落实我们社会福利的工作 所以说在这里我要要求 我们社会处这边 过去台湾全省这个 省政府的时候 他好像每个乡镇 每个乡镇都配一个社工 这个部门 我所了解 应该是这个社工 可以让他去在地化 也可以让他在第一个时间 去处理民众相对问题的需求 你们是不是可以去研议看看 请你回答 那个是在那个省府时代 在曾经有 那后来 后来在那个发展过程中 社工人力呢 就回到社会处所属的位置 由我们设立四个社福中心 把社工专业的服务 放在四个社福中心 那最近县政府卫生局这边又在研议 是不是未来在卫生所转型做长期照顾中心的时候 里面能不能也有卫生局去征聘社工人员进驻 那目前我想未来的社工 他的位置会从社福中心 会扩散到卫生所 提供给老人 提供给弱势民众 那你像现在 现在十二个乡镇 这样社工总共有几位 十二个乡镇 我们现在放在那个四个社福中心吗 没有啦 不是我设立兄弟 这是兄弟 现在没有耶 公所都没有 对 对 我要说的意思是 你是不是可以分配 没有啦 我是建议啦 社会处你们自己去研议看看 因为你如果在国家庭上这样 整个在地民众的输入也会比较好 也有社工非常了解 每一个乡镇 他的社会问题正常 你们要有问题 你们也会比较适合 在这个社会处 很像联系 什么都很方便 我是建议你们去研究看看 去研议看看 好不好 我们再救救我们劳工处 刘署长 刘署长 宜蘭县 率先是我们全国之先 有所创立的这个 身葬者 稳定的这个资源 将来金 每名身葬者 在两年内最高 可以拿到六万年的奖励金 主要目的是借由奖励 让这个 身葬者持续的稳定的工作 请问刘署长 我们1005年度实施 以及你的经验和你的意志 将有多少的身葬者 会提出申请 这个部分请你回答一下好吗 谢谢沈议员 首先要谢谢议员们 对这一次圣章基金提出 这个稳定就业奖励方案的支持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受理件数申请是40件 40件 对 好 您请坐 那个联中的时候 本席有去参加 很多的 各种的身心障碍团体的 这个税末联案 有不少的会员跟本席反应 有不少的会员跟本席反应 他们的生计 他们的权利 请问 有什么作为可以来防毙 或者建议我们公益彩券的主管单位 不定期的去查契以管制 以维护我们身心障碍者的 这些弱势者的权益 处长 你以为你会多少 看有可能这样做 是 谢谢陈议员 针对公益彩券这个主管机关 应该是财政部 财政部 那其实在我们接到 就业辅导这块 我们也有接到 有一些身上朋友 因为有放宽了一些 身份资格的规定 譬如说以前原住民没有 那些原住民是可以加进来的 所以呢导致他们 在抽签的过程没有顺利的抽到 那导致失业的状况 这个部分 我们有掌握到这个事情 至于陈议员 你提到的 是不是转给财政部的这个部分 有违规经营 或者是贸用人头的部分 我们下去研议 然后跟财政处这边来做协调 好 谢谢 你们去研议看看 也要去查气 要多了解一下 那个准总统我们蔡英文强调 在大选期间 他有提出 六大的劳动政策与主张 现在已经着手援役了 将透过我们立法去落实 请问刘处长 是哪六大劳动政策主张 请你回答一下 是 谢谢陈议员 就我记忆里边看到媒体的披露 是青年就业是一定要的 那中高龄还有妇女 那还有就调心 那还有就调心 再来 好啦 没关系啦 我帮你补充啦 包括落实周休二日 制定最低工资法 派遣劳工 这个劳工的专法 部分公使劳工保护立法 执灾保险独立立法 制定中高龄就业就业法 工会法修法 沒關係 在这边我就叫你 这六大的劳动政策主张 你有什么看法 请你回答 是 谢谢陈议员的提示 这些立法 都倾向保护劳工的相关政策 那 虽然目前的劳工相关法令 其实讲起来也是多如牛毛 但是也是很完备 不过 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 跟实务上面 可能有一些 还没有办法很周延 那如果 新政府上来 对于这些 目前还不够周延的法令 能够在 定得更实务一点 我们乐观其成 好 谢谢 应该要去 好好地去督促这六大 我相信 在你的能力上 应该也是 可行性蛮高的 再救教你 我们一百公四年 就医院管政务 市政民意调查 在各项的施政满意度 对于 我们管政府促进 地方经济 发展 提升 集合 这个方面 有百分之四十三点二 民众是不满意的 这个部分 你身为劳工处的处长 要如何的 如何的去提升 去提升 提升整个本县的就业机会 请我们刘处长回答 是 陈议员 就这个部分 从两个面向来讲 第一个面向是 厂商市处的职缺 跟它的劳动条件 第二个部分 是我们的劳工朋友们 他们本身的技能知识 是不是足以来升任 这样子的职缺 在我们美合过程当中 我们常发现 职缺很多 求职的人很多 但是呢 总是没有办法美合成功 那分析的结果 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 劳动条件 不受求职者的青睐 那在我们的观察 这几年 其实我们的厂商 已经有察觉到 宜兰的劳工朋友 也不是 就会委屈于低行 所以经济 在企业主的部分 他们已经看到 陆续有把薪资给提高 然后把相关的劳工条件 来改善 那当然经济发展 企业劳工 这两个是存齿相依 缺一不可 那就未来 我们除了要 让职缺能够在 从多元管道 让它曝光 让我们求职者知道以外 对于求职者 比较弱势的相亲 需要的技能 我们要加强来培训 好 谢谢处长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来 再就教你一个问题 实现我们 这些活力到底有多少 这边也请你回答 这边也请你回答 是 方法权议员 就创业这一块 劳工处这边 是没有直接接触到 申请创业的需求 因为可能是在工商旅游处 那 是 那是工商旅游处的 是工商旅游处的 在这个平台是他们的 好 没关系 我再问他们就好了 好 再者 我们县内的 外籍劳工的人数 大约有 一万多人 差不多 一万里左右 目前我们外籍劳工 脱岛人数 到底有多少 你等一下一并回答 你等一下一并回答 依据我们 三月日备的报导 就 印尼官员 日前提醒 我们台湾 在内的亚洲民主国家 印尼劳工 容易成为IS IS就是伊斯兰教 吸收的目标 引发我们国安 是否有漏洞的疑虑 又依据我们移民署 在今年一月 新的通计 的溯理当中 目前 在台行中不明的外劳 高达 5万 093 5万 5万936 其中 印尼 外籍 勞工人数 就多达2万2千多个 我要问的就是说 其中有潜在的恐怖团体 他成为激进的分子 在台进行恐怖的攻击 在这里 在这里就是说 要问我们 宜蘭县 目前的外籍移工 总共有1万1千多人 那么就104年度 逃逸的外籍移工部分 有700人左右 那印尼 没有错 印尼因为是引进 本国劳工最多的国籍 所以它相对的逃逸人数也多 那至于 印尼籍移工 是不是就 嫌疑比较大 会进入IS这个事情 媒体这样子披露 我们是在观察 但是就逃逸 移工的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 业务是主导 在移民署主导 那移民署这边呢 跟相关单位 有一个祥安专案 那里边的组成呢 由移民署 警察局 劳工处 还有 宪兵大队 海巡署 那我们呢 都会暗季的 有举行相关的汇报 那么 劳工处这边呢 也都会不定期的 配合移民署 所 举开的一些 不定期稽查的工作 好 希望我们刘处长 你们加 加强这个 部分 应该要多 跟移民署这边多联系 因为最近 宇兰县的外劳 脱讨人 好 谢谢陈安庄议员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 谢谢伊朵 哈 しか 확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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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很不容易 有 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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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看 当然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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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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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